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我提出一个新的思维就是为什么不大家把它当成一个里程碑用嘉年华的方式来表达跟经营呢 因为高雄现在也正在办一个嘉年华 莫书还是在淡水的社下大同世界屋来为各位分享一下 相关的情况为了增加一些趣味性 所以在事前莫书就想邀请几位非常心仪的人物 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高雄选举的情况的判断 其中最一项都佩服就是我们的沈大佬沈富雄先生 因为他在2020的动摇摇摇摇大选之前 就能够在一片氛围都完全不利的情况下 毫无看到有转机的情况下 甚至于说DPP完全没有正面作为的情况下 能够铁口词断了 说大概会赢250到300万票 在邵康战情是按照朋友的转述是连说了4次 这个害我们的邵康听得一头雾水 我无法理解 这种功夫非常的佩服 现在中华民国的股票大涨 也是告诉我们一下什么时候要开始跌了 这个是不要说因为热钱进来股票大涨 后来一下一跌 结果我们国民的当然是有条件的辛苦钱 又被老外给弄走了 热钱的事情不是莫书的专题 所以不谈 那请沈大佬一定要出招为了众生 那第二位是这个歌喉丘 歌喉丘一直是我对面的 站在镜子后面的人 所以我看不到他 可是我的这个小猫把势 可能早就在他的这个神木之下 所以可能根本不值得一提 所以在这边也请一向能够割喉割到断的老邱 出来帮忙看一下这一次的场子 他预估的情况是多少 当然他可能是因为主帅的关系不方便说 那也没关系 但是以他以往的功力割到现在中国国民党 被多次都被割到断 现在那个剩下的裤腰带都要把他捐掉的话 这简直是功力是超凡入胜的 所以也恳请这个老邱不令赤教 如果不方便公开说 私下转课讯息给墨书 看看您的估计情况 不用说明原因 因为这会泄露很多很重要的情报 但是墨书是这个傻人出手啊 已经把我的答案统统都公布了 这个各位自己看 到时候出来谁准谁不准 那就知道了 对不对 墨书是没有公布是土包子 是一个阿平哥退伍 这个也没有这个很多很多条件 只是我是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实在有点被国民党洗脑 对不起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民国三年就没有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失落了 不谈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一位那个Joely小姐 这我也非常推崇她 她是应该是很厉害 上一次666大选也提出很多建议 好像都是那个观音菩萨告诉她的 她很多问题似乎可以直接问观音菩萨 然后都能够得到答案 这个是非常佩服 那既然有答案 也请告诉我们一下这一次大选的结果 或者是如果不幸 或者是必然发生舞弊的情况 会是哪一种情况的舞弊 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 然后把它挡掉 墨书不对任何政党或个人有意见 墨书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公平 所以如果我不太喜欢的那个奇迈 他当选了 只要是干净的 那多一票我也祝福他恭喜他 而是谁当选对墨书来讲 不会有什么影响跟差别 但是如果不干净的当选 那这个事情就不能容忍 那墨书继续找资料找证据找办法 找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还原 这只是小老儿一点个人的行事作风 然后再有一位就是邀请这个平时平法 也能够在这事情上出一点力 他大概两个月前很高分费的到北中南都有做一些 控诉这个选举的 显然是墨书的无道中人 而且除了中医医理这个不谈之外 应该是很精湛 那好像也法力好像蛮有一些也很高强 对于未来很多事情也都能够预知 以前不是跟他了 是跟他可能周围有点接近的人有一些互动 好像跟那个CIA有一些外围还是内围的人 也有一些互动跟这个那墨书基本上碰到这些特异工的人都很钦佩 对于很多事情也虽然个人不知道 但是宁可信其有 所以也请平时平法 也出来把这个Dolami高雄这一次815的三位候选人 您预见的得票数说出来 也请Joely把这个观音菩萨告诉您或视线的 或者是师签您求的签里面的解释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要做个参考 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个 关系也是这个礼拜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几乎所有的同胞都很关心的话题 那我后面要开始谈到一些 我们在行政上可能引发一些灾难的事情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本来不是墨书应该关心的 但是看到好像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 或者是这个个人 现在个人已经很少了 所以不谈个人 就执政党在野党 那执政党有些时候有一些目的性 或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做法看法 我们当然应该去要求这是这是对的 那是在野党是其实我对他们还真是不放心 现在的中国国民党莫书认为99%是OK的 但是那个1%是非常非常不放心的 这样子 连这个党产都要莫名其妙的捐掉 没有正当性 除非经全国党员大会共同之决议 不可以捐出一颗沙子 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小江你听清楚了 如果有中央委员也有这个相同的意见 请把这些人的名单开给我 莫书未来就尽一切力量让这些人 我所认识人告诉他们一票都不要投给这些人 就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小老儿民国62年就开始入党 就开始交党费了 虽然没有资格说快50年 但是也差不多了 那这个中间我们长时间复苏 那个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里 这个事情 现在党主席是你选上的OK 不是今天重点跳狗 我想问的一个就是 我们对于国外进口为了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要有14天的隔离 这个是正常的做法 还是所谓的超前部署 还是一个必要的预备措施 官方怎么说 我们必须尊重 因为那是官方做官的 他有他的责任 有他官征 OK也有他的专业 我们尊重 但是这些是指正常人14天隔离 没有 现在这一次投票可以让发烧的人 经过特殊的管道 诶 这个人出去 这个有什么变化 你用一个 你如果说是 有压克力密封这个专门的管道 那还有一点道理 如果是拉一个帘子 或者什么这样子 就说好像大家贴个符 暂时停止呼吸 有什么事情出来 我打苦心的声音 没有这回事 这个责任是全国国民公民的安全 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不到2000个投开票所 有200多万个人可能要进去投票 这不要开玩笑 一点玩笑都不要开 如果中国国民党在高雄市的议员们 你们已经取得了议长的席次 表示绝对多数 如果在这边一个人都没有站出来 咨询这件事情 那你以后也就不要玩了 因为之前莫书特别跑了一趟高雄 把一些事情去建议 但是市议员对莫书的回应 被周遭的朋友认为是相当冷淡 OK你心有定见我也没有关系 因为那究竟不是高雄的市政 但是现在攸关高雄所有市民的 身家性命的安全的时候 再没有人出来提一下或咨询一下 这个说不过去 你做了什么措施 第二个讲到这个公共安全 不只是疫情 有很多投开票所 听说是借用民宅 如果民宅在那么短时间之内 八个小时之内 可能有200多万人要进出 而且人数多少是无法事前控制的 那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难道不应该提出来质疑 不应该进行一个检检查吗 如果说这个公共安全问题不解决 这个投票应该是要delay的 没有什么第二个选择或什么 也不是有少数人的意志力 要去进行就可以进行的 这是很严肃 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第三个 现在的高雄市长是代理 杨明周先生 那相关的主导应该就不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了 应该就是高雄市市委会 那相关的选举的法规有没有明确 那个人没有那么鸡婆 管不了那么多事 只要求一件事情 是因为他们应该做 而且有个好榜样 叫新北市 新北市已经做到的 就是 之前那个李静勇李大哥 他说为了让大家投票比较方便 节省时间 不要排队 所以把人数从 每一个投开票所从一千五降到一千二 我非常相信这个数字 但是没想到 这个有的投开票所开出来 竟然是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 还有到一百六的 阿哟 奥弥陀佛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是说一千二吗 一千二跟这个这中间 多出来的不是灌票吗 这个事情一定要先弄清楚 不然呢 因为新北市做得很好 新北市之前 投总统的有多少个人 那投不同的这政党 因为有法规的关系 涉及的早晚 会有差距 人家都可以先做出来 我们怎么可以不先做出来 高雄市选委会 会比新北市的选委会来的逊吗 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数字 你说一句话 全部都一千二以下 OK行 到一千二我就告诉你 你可能就是百分之百 那我马上就要查 因为百分之百的投票率 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在人类行为学上很困难 如果超过了 那就是灌票 那马上就核对 这个盖了多少张 这是领票数嘛 你发票数多少 你没有延号的票 或者什么 OK你自作单位 有你们的考虑或什么 不谈 但是领了多少票 这是国家的大事 你发出去多少票 这是人民的权益跟公道 你多出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多一两票 我认为人都有误差 法律上也没责任 至少莫数不会追究 但是你如果差了一二十票 那我们就非要弄清楚 因为连监票的人民 都被赶在三十公尺以外 还要继续往外看了 那表示里面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我再问一句 往年的投开票所里面 人数的编配是多少 那从这个二零二零一一开始 以及六六六 以及这次八一五 那基本的配配是多少 参谋作业的原因 何在 因为是能力退化了 还是说投票人数变多了 这两个都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那就要交代清楚 你为什么要增加 你的公文拿出来 我看是参谋作业的一层一层 那就交出来 是中间的层层何事何批 一定还是有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是用嘉年华的方式 让大家来看看 听听快乐的投票 那高雄市民一定要很快乐的投票 因为这是选选择选举 你们或者是对你们来说是我们的未来 之前的所有补选 各位不要又被带风向了 有带风向说 以前的补选都是四十几% 对不起 这一次高雄市是市长 牵涉的利益可能超过三千亿 那大家都是势在必行 所以绝对不会冷处理 所以全部都出来投票 莫书给各位保证两件事情 只要投票率超过80%以上 有这个意愿 我告诉你 想灌票的人他要灌票的时候 或者电脑做票的时候 他城市设计的时候 他手都发抖 他不晓得做多少 他不晓得怎么做 因为这个数字一上去 把他们空间越压越多 随便一弄就是爆仓 爆仓马上就手铐带起来就带走 就是这样 所以莫书用嘉年华的心情 让大家公平公正公开的 进行这个815快乐投票 915等待好景观 大家愿意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